那接下来我们就一起进入Vue的世界 我是你的贴心讲师艾米 Vue详解第一节 Vue简介 我们首先来进入课谈 什么是Vue.js 我认为我们可以自然来理解 Vue.js 它是一个构建数据驱动的一个 Web界面的一个库 注意它是一个库 类似于有名的Angela.js 在技术上 它的重点集中在我们的 MVVM模式 它的Vue model称 因此它相对于Angela等等来说 它非常的容易学习 非常的容易以其他的库 或者现有的一些项目 来进行一个整合 很优人哦 Vue.js它的目标 是通过尽可能简单的API 来实现响应的 数据板定和组合的视图 组件 好 这句话的理解 可能有点绕 说白了就是 类似Angela一样 它实现一种双向数据板定 但是呢 它通过一些非常简单的API 来实现 那么它的核心 就是一个响应的数据板定系统 它可以让数据 由我们的Doom 保持一个非常简单的同步 好了 这就是Vue.js Vue.js 它的安装是一门学问 首先我们可以简单的来说一个独立的版本 所谓独立版本 其实就是说我们把Vue.js这个库 给它 Dunload Dunload了下来 好 下载下来之后 用一个script的标签 直接引入 这是最简单的一种独立版本 第二种方式 我们可以采用CDN 就是在有一些库 有一些开源的内库上面 然后呢 把它给它引入进来 但是 这一块的话 毕竟是介入到第三方的平台 所以 这Vue.js的版本 很有可能会滞后 而对于一些大型的项目开发 我推荐大家 用NPM 那么它的方法 很简单 就是用一个NPM Install Vue.js 好 NPM 空格 Install 空格 Vue.js 好 一敲回车 它就会自动给我们安装 好了 这三种版本 这三种方式的安装 那这NPM这一块的 这一块需要熟悉一点点 简单的NPM命令 它是记忆Node.js 才能跑起来 那么在到后面 我们讲到实例的时候 再给大家演示 接下来 我们就来写第一个Vue.js的实例 在这里 为了减少大家的时间 我已经把我们的CSS 和Vue.js文件引入进来 并且呢 Script.js的外列 我也写好 那么在这里 我们就需要 直接写一个DLV标签 好 然后呢 我们给一个class的值 这个值 我们并不是直接获取 而是双花过号 我们给一个classVue 写个classVue 好 class的值 然后呢 DLV标签里面 我们再写一个 嗯 插入的 InnerText吧 好 我们就写这么一段 好 CSS不是我们课程的内容 所以呢 我们就不做过多的讨论 不过细心的 同学已经发现 它的class值是.app 好 既然是这样的话 那么也就是说 我们需要让这个值 等于app 行 我们来写一下 首先 只要我们引入了 Vue.js的话 那么Vue它就是 一个全局变量 所以我们可以直接 一个window.unload.faction 这是原生的.js 然后 我们先来建一个对象 嗯 我们把它叫做 BitList 我们来建这个对象 这个对象里面需要包含至少两个内容 一个是我们的classVue 好 它的值 我们就让它等于app 好 然后 然后我们再来一个inner text inner text的话 里面我们就给一段内容吧 大家好 好 我们都知道 本来的 本来一般来说 第一个例子 都是用hello world的 那我们就个性化一些 大家好 欢迎来到 麦子学院 行 我们现在写一段过来 那么 现在我们就来写我们的Vue 行 直接 new 我们直接new一个Vue的对象 我们要获取这个元素 那么叫element element 那么这个元素 由于前面什么都没写 所以我们只能通过 div 直接来获取它 然后我们就来控制它的data data的话 就是我们的data list 好 现在我们来看一下 它演示的是怎么样一个效果呢 我们会发现 它这里 非常漂亮的给它显示了出来 并且我们来查看元代码 为了大家能看得清 我们放大一点 我们发现 在body里面 它自动给我们增加了一个class的值 等于app 然后在下面这里 自动 插入了一段内容 叫大家好 欢迎来到麦子学院 好 这个 就是我们的 第一个 例子 好 非常的神奇 对吧 我们已经见证到了VUE 它的方便 已经神奇 那么我们来赶紧进入课团的一个简介吧 我们的这个课程将会围绕这么18个章节 来完成 好 这个18个章节 我就不一一的赘述 大家也可以想象得到 我们的课程 由于是详解 VUE详解 所以我们将会 每一步每一步 带领大家一步一步的深入 相信 在我的课程学完之后 大家都将成为VUE的高手 那对此 我对大家有三个学习的目标 第一个 大家一定要理解 什么是MVC框架 和MVVM框架 第二点 大家一定要学会 来记忆MVVM框架 来实现交互式的web界面 那么还有第三点 大家要能够掌握 VUE.js 用它来完成网站的开发 好了 三个简单的目标 并不高 要求并不高 好了 只希望大家学完课程之后 比我稍微厉害一点点 那就行了 好了 这个就是我们的课程 谢谢大家